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风水方面的客户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来看一下双重生命线 生命线重复出现 这种情况的话,活力是普通人的两倍 身体健康并且孩子比较多 因此生命线是双倍的,双重生命线 有可能会出现双胞胎,容易怀孕,长寿等等特点 一切都是这种坚持不懈的,持久的这种生命力 如果是你没有孩子,那你不要放弃 如果是两条生命线都漆黑,非常的深,非常的长 它是充满生命力,是更容易怀孕的 而且会有更多的孩子 这是双重生命线,活力的象征 那么还有就是这个儿童线 其实说的就是我们这个子女线 它如果是说呈现这种小指下方一侧开始 呈现这种对角的这种状态 上下都有 那么就会显示这个数量呢 会显示你怀孕的次数和孩子的数量 如果是说这个指向往上的分支数量 这个越多越清晰的话 说明你的怀孕能力非常强 数字越多是越容易怀孕 而且呢越清晰这种趋势就越明显 这个是有关这个子女线和双重生命线 对于后代的一些 有关子息的一些运势 好了,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洋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见 来说 cel CF